下面我们来说一说王力宏 最近王力宏是受邀到世界著名的大学 牛津大学辩论社做演讲 那牛津大学辩论社有着近200年的历史 像爱因斯坦 霍金 麦克杰克逊 这样的世界级的名人都在这次做过演讲 那王力宏是在此演讲的第一位华人歌手 身上的荣誉自然是不小 不过王力宏也坦言 这些都不完全是他自己的真面目 就受到了他们的邀请 全世界历史最久的一个英语大学 准备了两个礼拜吧 对 就是做研究 我的这个主题就是认识华柳 我也帮他们就是准备了一个十首歌的 我推荐给他们的 里面有王菲 崔剑 阿妹 陶哲 周杰伦 自小在美国长大 又曾在世界著名的 威廉姆斯文理学院和伯克林音乐学院求学 在英文演讲以及音乐方面 王力宏自然不会逊色 除了音乐方面的交流 此次牛津之行还满足了他 这一部经典电影的想象 那个学校太漂亮了 你看那个哈利波特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就是牛津的感觉 所有学生们在那个餐厅吃饭 那个长桌 然后大家都穿那个袍子 那个就是牛津 你就觉得这个蜡烛台好像要浮起来 那种感觉 乐坛的青年才进 但世界顶级名向做演讲 这听起来有心有款的事情 却被王力宏在演讲台上的一个手势 变得喜感十足 我有二的一面了 我有二的两面 所以才叫二 二 东北方言 同傻呆萌汉之意 在微博就是有这个绰号吧 就是王炯炯啊 或者是二哥啊 二的绰号 二的舞蹈 看来王力宏是破剧木条精致 而在不久前 王力宏的世界型演唱 他还遭遇了一个 有点二的突发世界 演唱会裤子掉了 裤子不是掉了 是破了一个洞 有时候在演唱会 比较嗨一点 动作比较大 对 那我也不晓得 我也是下台之后才看到照片 但是这个是现场嘛 他没让开 李宏拿来看那个 好像太大了 对 对 对 会多逢两针 好吧 没想到 原来这个优质偶像 王力宏也有这么尴尬的一幕